好 这礼拜全台各地都是湿湿凉凉的天气形态 其中北部和东北部这个雨势又更明显了 好 但是有一些惊险的画面发生 基隆就因为连日降雨 造成山坡土石流摊坊了 好 甚至基隆的管制站还被泥流给冲走 好 另外住宅区也遭殃 位在基隆东光路上的大型住宅社区 编波整个坍塌了 400多户住户简直吓坏 好 不过这个坍塌的地是属于宜兰罗东领馆处所有的 不是基隆的 现在这个议员呢也纷纷邀集了相关单位前往会刊 要求应该第一时间赶快处理 避免灾情扩大 好 现在时间是晚间6点21分 不管您是还在办公室或是在家里头呢 好 恐怕会有些人会使用这个美食外送平台 来叫晚餐的外送 好 第一句哦 最近几年来美食外送兴起 我们街头巷弄随时都可以看到这个车阵当中有外送员骑车在穿梭 那么在中午时分很多学校门口也是挤满了外送员 更是引发讨论 我们之前就听您报导过了 好 这个是台北的北英女 好 在校门口前每到中午就会挤满了这些粉红色的车子 好 是Fu Panda等等 那么当然也有其他的外送平台 外送员来到这里 好 不过呢 记者今天直集在校门口多了这一排的停车位 原来是台北市政府创下全台首例 就在北英女校外设置了外送员专区 好 记者今天也前往北英女前面来直集 这个车阁还是不够用 好 不过因为呢 现场也有远景在这个现场引导停车等等 所以外送员在停等送餐的秩序比过去好很多 好 不过外送平台这么夯也时常发生有外送员为了抢单抢时间 好 这个是意外频传 首先我们带你来看到这一起是发生在新北市泰山 好 有部大货车在经过泰林路右转的时候 后方就突然冲出一名外送员 他骑车拦腰撞上 这名外送员差一点命丧大货车的轮下 那么无独有偶在台中市市区也有外送员疑似抢快 他是违规骑进了红灯左转的车道 也是被大货车追撞弹飞受伤了 还有同样在台中另外一名倒霉的美食平台外送员 他则是送餐送到一半的路上 被高楼添降花盆很黑 但是还好砸伤的是外送员的肩膀 不是他的头部 是几分之后 就是几分之后 是几分之后 这也不够 선택 我先够裂导